嗯 胖了 Hello Hi 晚上好 今天 彩排嘛 就化了一個淡妝 怎麼啦 沒酒窩了 可能是胖的出酒窩 感覺自己日漸胖了氣 胖 胖得很 胖 因為 因為就是稍微胖 一點點 謝謝夜店 嗯 我已經兩三天沒洗頭了 我現在這個頭 兩三天 哈哈 特別清爽 真的很清爽 看不出來吧 這就是染完頭髮 這就是突然沒燈的感覺 這就是染完頭髮 那個啥 剛剛一瞬間嚇死我 突然一下沒燈 嗯 不對行 不能再胖 不能再吃 拿了很多 拿了兩盒糖水 不能再吃 肚子好點了嗎 肚子好點了呀 現在晚上的時候就已經好多了 白天的時候才叫做 痛苦 跑了一整天的圈 你知道嗎 我這個是有時效性的 就是一到晚上的時候呢 他就特別 不一到晚上的時候他就好了 白天的時候他 他就那個啥了 對 太慘了 嗯 謝謝姻緣棒 最近少吃涼都 好 天 明天早上要起來洗頭 今天晚上實在是洗不動 這個燈很神奇 平時我用他的時候呢 他 他就是不用他的時候 開著他一直亮 然後我用他的時候 他突然就沒了 嗯 真的很過分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 燈 請你一直亮著好嗎 嗯 他說好 他針對我今天 他也不 他也要針對我 氣死我 你為什麼 要針對我 你 給我 認真看 他不聽話 今天他就不聽話 他一點都不聽話 他一點都不聽話 你看我現在又曝光 我真的是很難控制他 那我就離他近一點 我就離自己近一點 然後他離我近一點 然後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張非常大的臉 對著大家 我就直一會兒我就 關 好嗎 今天又一張大臉對著大家 謝謝夜碟 謝謝夜碟 嗯 身體 身體 是好的 挺好的 謝謝黃冠啊 哎呀 明天就好了 不用喝藥了 最近 覺得要把自己睡腫了 就不能再睡覺 嗯 嗯 我最近就是肉眼可見的覺得我自己重 就是你知道我覺得我自己狀態很好的時候是我生日公演的是那一天 那兩天我覺得我狀態都很好 我甚至就是那兩天不是特別累嗎 我甚至一點都不就是我的整個狀態雖然很累 但是整個狀態是不腫的我我自從生日公演完之後 我就開始有一種覺得每天都覺得自己在腫 的感覺 因為我就開始睡覺嘛睡覺晚上又不太注意又又又吃點東西 然後又睡有時候睡久了也不行睡要中午也不行我覺得腫 嗯 你看這個肉 反正就是 對 生日公演那幾天的臉真的很瘦 不是你說我自己公演完之後就是回來之後我自己卸完妝照鏡子 哇怎麼這麼好看 這真的瘦 這真的好看而且還好看 因為我你懂嗎 就是 就是 就是累瘦的我深刻的知道 我深刻的知道怎麼樣才不會就是在做藥時候才不會讓自己水腫 就是 累 不要吃 你不許吃東西 你一定不能吃東西你要是吃東西你就會容易水腫 而且你要累你熬夜沒關係 但是你要累 嗯不能吃東西那你第二天就不會腫 嗯 那幾天我就是這麼熬過來的 所以我就 然後 然後我就真的沒有腫然後我還狀態賊好 對我身體狀態確實它是不能持久的 但是我的臉部狀態是很好的我覺得 真的 但是對 所以後期體力不行 然後那天真的是卸完妝都覺得自己賊好看的那種 啊怎麼這麼漂亮 照鏡子的還會 所以說這種話真的是 我平時就是不會這樣說的 就特別好看的時候才會說 嗯 對 對不要吃鹹的我今天剛吃 剛吃甜的怎麼雙下巴都出來 嗯 我剛吃甜的 嗯 嗯 呵呵呵呵呵 日常被我氣 欸嘿 哼 沒有我沒雙下巴 好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哼哼哼哼哼 雪糕不吃 雪糕上次買了買一送一還一根再冰箱里 我自己的胃 我的肚子粘住了 就粘在一块 然后我呼吸的时候都很痛 因为我那些语 就是打字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形容一下 我那天早上的感受 真的 千万别再睡前吃雪糕 你会 你说不定你不知道 怎么样你就那个 就是很难受 反正就是 好难受 那天早上起来 真的很严重 就是呼吸 呼吸我都觉得很痛 有点呼吸不了 然后就 然后我就感觉 我自己的肠子 已经被粘住的感觉 你懂吗 就那种感觉 然后就不能大呼吸 不能呼吸 不能喘气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很难受 我就赶紧喝点热水 然后吃点东西 真的不要再睡前吃 雪糕了 因为我 你们知道我 基本上是不吃这种 冰激凌什么东西的 对 一直 一直都是不吃这种东西的 然后我的胃 可能也不是特别能接受这种东西 然后我那天是 确实是排练 是太燥热了 我想吃 我就很想吃 我就吃了两根 但我不是连续吃的 一根是在我排练的时候 间隙吃的 一根是在我睡觉之前吃的 嗯 所以不要吃 你这问题问的 那睡前当然得刷牙呀 睡前吃的就是说 在我睡觉之前吃的 那吃完了就 你这问题问的我 所以不要再 不要吃了 我跟你说 别吃了 不好 深有感触 哼 就是真的是超级难受得起来 加热 微波炉转一下 好 听你们的 那我要吃奶昔吗 下次微波炉定一下呗 把它用那个 那个什么 水 不 把它用那个热锅热一热 反正我有加热吗 不是 你不要说对雪糕有硬 你只是说 你千万不要睡觉之前吃就好了 这样 因为有些人的身体 真的承受不住 就比如说像我这种 这种真的脆弱 到真的 我的身体是挺脆弱的 我觉得 但是但是 虽然是脆弱 但是某种程度上呢 它又特别较真 对 就是我的 嗯 人很较真 但我身体不允许 嗯 每次都让别人觉得我的身体好牛 好牛好牛的样子 其实真的是很虚弱 不是 真的 哭了 我就是一般女生的那种 就是有点体虚什么的 所以就是我一般排练的时候都穿长袖长裤 虽然是大夏天的 因为我知道会开空调 那个空调一吹我就很冷 所以我时常都穿长裤长袖 今天他们还问我 你不冷你不热吗 这么大夏天 我不是热呀 不是开了空调吗 挺冷的 呵呵 呵呵 我会把自己包得很严实 嗯 不用调理 我觉得我每个人体质是这样 体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没关系 我怕冷 那至少比怕热好 可以调理 哎呀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体质 至少 怕冷 我喜欢 我就 但是我不怕 不是很怕热 就是我不怕热 要是那种怕热的体质 那就很惨了 跟你讲 嗯 这不能都不怕 那我就很羡慕了 有这种人吗 我没见过 我身边要不就是怕热的 要不就是怕冷的 我就没有见过那种 什么都不怕的 我不怕热 但是我很怕冷 哎呦 哎呦 我大夏天 我有时候我是会 就是我可以不开空调 我我今天在房间不开空调 我室友他也不开空调 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 因为我太累了 我就没有来得及开 因为早上起来太冷了嘛 我就把空调给关了 关到中午我就坐在 我就坐在沙发上 然后他也是 然后他坐了很久 我也坐了很久 然后我就想着哎 待会儿再开好像也不是很热的样子 然后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说前面我去冲个凉 然后待会儿睡个午觉 我们可以开下空调 我说好 我还在沙发上这里 开手机 然后他大白天跑去冲凉 我说 我说你热你可以开嘛 你没关系的 我只是早上起来 把他给关了 因为我太冷了 拉肚子 我说我拉肚子 我就把他给关了 他一直 他一直其实一直都热 他等他一热到不行的时候 他终于起来了 他才说 前辈我们要不要开开空调 我们已经在 就是坐在这里很久了 他这样坐我床的旁边 我就坐在沙发上 好冷忍啊 然后我立马找延后去给他开 你懂吧 我们房间 确实挺热的 因为我们住在楼上 就上层的 然后那太阳就直接 晒怪 你知道广州最近都是热爆的那种 闷热 怪我怪我 怪我拉肚子 我真的 我拉肚子我就不想吹空调 一吹我就想跑厕所 真的 一吹又想去 一吹又想去 我就跑了一整天 我现在好了 跑圈 跑圈 跑了几圈 好几圈 我跑了一整天 我跟你说 从早 从早跑到 跑到 跑到下午 跑累 跑累了吧 我 我 我现在好了 我现在没事儿 我以前其实跑圈都只跑 跑一早上了 今天很神奇 跑了给我 基本上给我跑了一整天 我真的 很辛苦 我從來沒有這樣過 我今天 就沒有像今天這樣跑 笑死了 怎麼這麼開心?沒有啊 微信部 那個微信部數怎麼看 三萬部 你要把我笑死 笑的魚鬼文都要出來了 笑的女生就是容易有魚鬼文 跟你說 我以前為什麼沒有梨窩 因為這裡沒肉 你看到沒有 這是什麼? 肉擠出來了 天啊 萬胖是萬惡之罪 雖然 沒有沒有沒有你們不胖 你們不胖 你們不胖 救命 沒事你們一點都不胖 我胖 哦不是我也不胖 我們都不胖 我們挺好的 再見的媽媽今天我講 對不起媽 我沒有說你們胖 的意思 我覺得胖有胖的好 不是胖 就是肉多有肉多的好 對我挺喜歡有肉 只要不在我臉上就好了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哈哈哈哈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我喜歡 我喜歡 就是別人臉上有肉肉 因為 這樣多可愛 對吧 嗯 對 我喜歡有肉肉的 嗯 哈哈哈哈 難怪我不喜歡我自己 嗯 嗯 我也想喜歡我自己多一點 我必須喜歡我自己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完了 我彈一下真是話題 終結著 真的是 哈哈 哈哈哈哈 啊謝謝生日蛋糕 我過生日了 哇謝謝 突然我就過生日 謝謝你為我慶生 我天天都在過生日 一月過了五月過 每天都在過 謝謝 謝謝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唉跟大家說個 很難過的事情 雖然這個 跨度有點大 但我確實突然一下子就難過了 我真的難過 救命啊 我的天 所以我是笑著說的 有件很遺憾的事情 你猜 你猜一下嗎 唉不是 有件很遺憾的事情 這個月底的事情 讓我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除了這個呢 除了這個呢 也跟這個 也不是 對的 不能參加 因為我 說好了 一定要參加他的生日公演 然後他生日公演 請了我冷餐 什麼的 今天問我 然後什麼 我都不可以去參加 我們已經說好了 我 那時候說 他說他要回來辦生日的 我說我一定會等到他回來的 為什麼 因為我去拍檔 我真的 我覺得生日公演也很重要 雖然說都很重要 雖然說都很重要 對 但是生日公演也很重要 因為 一年只有一次 然後 也是自己 比較好的朋友的 生日嘛 也想在場 因為 主要是我們之前 就一直說好 一定會參加的 他說他一定會回來 再辦一個生日公演 這太不巧了 今天他跟我說那個消息之後 我 我都沒有辦法 真的都沒有辦法 嗯 不是 因為我覺得朋友嘛 我是一個很重情義的人 我 朋友就是要 朋友就是 在重要的時候 就是 都想出現 畢竟就是 嗯 一年只有一次的生日 而且他也離我這麼遠 也不是 我們也不常見 對 最主要的是他也請了我 對呀 我今天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我真的是 馬上打電話給我們的 那邊的 的stuff 我問該怎麼辦 兩半 他說那個是工作 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拍到那邊 就太巧了 二十二號是巡演 然後月底是 月底是那個 好像是拍到 決賽 對 沒事拍到也是要去的嘛 畢竟是粉絲投出來的 還是要去的 畢竟是給我們的這個舞台 對 是 就是 只是說 剛好 剛巧不巧的 就趕上了千千的 趕上了千千的 那個生 生日會了 對 對 畢竟是粉絲投出來的 所以還是要好好的完成舞台 以後有機會 那就 明年 也不知道是什麼變數 確實有那麼不知一點可惜 你說我們倆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每次他來 就會來找我嘛 我去上海也會去找他 然後 這次剛好兩個人就錯開了 我跟你說 我感覺我每年都會撞上這種事情 我記得我去年 豪哥的時候 然後 撞上我一個啥事來著 你們還記得嗎 我忘了 但我覺得 誒是撞上我生日 是吧 對吧 還是就是 哇那段時間忙的爆炸 拉票是吧 豪哥撞上我的拉票 我現在在立個flag 我不敢立flag 我希望 對 我希望我的我的拉票不要撞上任何的 任何的 任何的 我希望我的拉票 不要撞上任何的特殊活動 金色衣 我現在在這裡給自己 求佛 求佛一下 然後祈禱一下 一定不會的 我每年 我感覺就是這種時候 對啊 拉票大家還沒定 就是我先祈禱一下 我先祈禱一下 因為我發現我每年都 逃不過 我不行 我不可以 我一定要逃過 別說了 別說 反正 說了算是不靈的 不 我怎麼可能故意調那個時間 每次都撞 正好是撞到那個時間 我都崩潰了 我的生日撞到了運動會 我的拉票撞上了豪哥 然後 倩倩的生日 撞上了拍檔 今年我的拉票一定不會撞的 上天一定會對我公平一點 我自己聽到都想笑 不是 太恐怖了 對我生日啥都撞 不只撞運動會 還撞週年什麼各種撞 簡直是 崩潰 好過第二季嗎 真的 好的謝謝你 馬上安排 今年好過嗎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今天還有沒有別的 別的這些 對 就是 就是 呵 害怕 但是我 今年好五 不是 我太會選日子 我一選日子就是 就是 特別忙的時候 對 錄證件的時間是 17號 之後 我要從 我要先去 武漢巡演完回來之後 我才才能錄 因為他們那時候還錄不完 就是這樣排就不快 然後我正好是就是17號之後錄 就是從武漢巡演回來之後再錄 快 我的拉票 估計 估計也是在七月份吧 我猜的 我猜的 我亂猜的 我倒是想在七月份 肯定 六月份搞不定了 如果他讓我在六月份 我就不行 七月不晚吧 七月哪晚了 八月總選嗎 八月幾號 七月晚嗎 不晚吧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去年好像是八月十幾號 八月底 不可能吧 都八月底了 怎麼可能 今年的夏天 沒事廣州的夏天 一年四季 哈哈 真的廣州真的很熱 我不是騙你們的 真的熱 你來廣州你就能體會到真正的夏天 熱爆 這輩子沒出過這麼多汗 真的嗎 所以他比較適合待在房間裡 空調房間裡 我不知道重慶 我沒有怎麼去過重慶 是的 開空調了 一開空調我就想比賽 唉 你說我要不要吃這個西瓜呢 如果不吃西瓜的話 因為吹空調吹久了 不吃嗎 可是會壞 那我就吃兩個 因為我就吃兩個吧 我就吃兩個 我現在不疼 我肚子不疼 吃兩個 嗯哼 沒餅過 沒餅過 不是他真的很好吃很甜 主要是他真的不餅 他真的不餅 你相信我 好好吃我的天 我問你們幹嘛 就問一下 這個形式還是要走一走 過程還是要走一走 我平時在家就這樣問我爸媽 我說我能吃這個嗎 他說不能吃 每次我就吃一兩個就好了 吃兩個就不 沒事沒事 然後我爸媽也不關我 放下 已經不吃了 我習慣性的我一定要問一遍 關了直播 不是 不會的 大半夜的 我吃什麼呀 我的室友還沒回來 還要助演飛飛一個節目 他們還在排列 你說我室友今天還回不回來 肯定要回來 肯定要回來 吃都會腫 我可能明天要美美的出 出場 明天 排練的 因為他有很多 因為他們今天就是排練不止 是他自己的生日公演 今天還排了黃楚音的生日公演 還有娜娜的生日公演 都有排 所以 所以就沒有辦法 所以今天就 娜娜生日公演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排 反正就很忙啊 都擠在一起了 就很忙 然後他今天還要排他的那個 Mini Life 還有過一遍 然後生日也過了 我今天排練啥 我當然排練他的那個 十六人曲啊 我上他四首大 四首十六人曲 是後半部分的 然後 前半部分大哥我不上 我上後半部分大哥四首 然後再加上 有一首Unit三個人的 是 是我 沒有他 對是我們我自己的 這是類似於穿場的那種 然後 然後公演就沒有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MCA 我不知道他公演是怎麼樣的 不知道 明天再弄吧 明天上上冷餐呢 上上上那個什麼呢 對吧啊 沒有嘴演鬧鬧 對 笑什麼笑 哈哈哈哈 不要去綁架別人 真是的 說什麼呢 都是朋友有什麼好逼的 逼不逼的 好姐妹有什麼逼不逼的 哈哈 哎呀真是的 對咱們還是要拿捏好這個 這個東西對 先寶包 嘎一架有一點意思 為什麼要拿意思 真的是 真的是 沒yes 衝浪 衝什麼浪 沒衝浪 你哪衝呢 你才有意思 我並沒有照說 我今天還是衝什麼浪啊 我今天廁所衝浪 十幾跑圈 我跟你說還衝浪 確實是有 嚇死我了 一時嬰兒故地 你是多久沒看人家了 說人家很美 一時嬰兒 一時嬰兒 二時學遊戲 三時青春無語 四時 夢想遇見你 瞭解這個你 沉溺這個你 時間暫停 再继续 我明天想当一个观众 在坐在底下看 你知道吗 我就最喜欢看 最喜欢看 人家跳舞了 看人家的节目 这种特殊节目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看 谢谢皇冠 对啊 羡慕 羡慕就是可以在台下看的人 我都想去空台 空台看 不不不 后台看没意思 要在现场看 你不懂 现场 超V普V也行 中间 那不错 简直了 很现 可是已经被人抢走了 你们懂 我这辈子都很难体会到 跟你们同时体会到那种快乐 我可能体会不到 可惜 谢谢黄冠 谢谢黄冠 真的快乐 感觉自己好年轻 你们看我 看我们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年轻 当然会啊 会的 就是经常跟我们这种小 就是 不是小朋友 就是 这种美少女 哈哈哈哈 种青春活力美少女 待在一起 真的就越越 越越越越年轻的呢 就是人的心态都变年轻 我来到这的时候 我都变年轻了 就是我的心态也很年轻 我不是说以前自己心态很那个什么 就就感觉 以前就是小孩喜欢装大人 现在不了 我就是个小孩 也不也不说是个小孩 就是说 就是至少自己的心态还是跟 就是跟大家都 虽然说很多零零后或什么 但是跟大家都很像 但是是那种 又可以就是 哎 不是啊 不是在夸自己 就是说 又又是可以很可爱的 偶尔可爱 但其实是一个很懂事的 大姐姐了 但内心 内心还是一个像 偶尔像小 像一个 小朋友 也不是小朋友 大朋友一样吧 不要把自己说那么小 对 哈哈哈哈 没有 我是说真真的 这特别是 自从就是跟你们 就是待越久 就是会说话的语调啊 什么都会变 因为你们太宠溺了 就是有时候跟我说话的时候 你们就是那种 真的是把我当女儿儿子的感觉 然后我有时候真的就把你们当妈的感觉 你懂吗 占我便宜 真的是 搞得人家都 绝对是了 然后有时候 主要是你们那个就是 入戏太深 把我都弄得入戏太深了 然后我就会 就会自动的就是 就是那样子 对 就很好笑 有时候自己讲话 就真的感觉像 自己跟自己妈讲话一样 我妈听到了 应该很伤心 不是 你这个不孝女 真正的亲妈在这儿 你也不问候一下 天天跟你的假妈们 对妈妈知道 我在外面有那么多妈妈 爸爸之后 心里是作何感想 我要回头去采访一下我妈妈 给他录个视频 我妈神经病 谢谢黄冠 会的 以后你的女儿会比我还可爱 对 谢谢妈咪 哪里来的妈咪 你们妈咪 我真的名字就叫妈咪 笑死我 好的 谢谢您 哪 没关系 你的女儿会更美丽 更漂亮 实际上就不差美女 特别是美女都是 各种各样的 对吧 你们也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们今天晚上几点睡觉 我们定个时间下播好不好 好 三点 开玩笑 今天着急啊 你们为什么不着急 我觉得怪了 齐了 如果今天是周日的话 那估计大家说快睡吧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 现在马上四十分就下播了 怪了情 这一看今天 原来是周日 哦 周六 哼哼 谢谢元宝 这是常识必须懂 对对对 这个都不懂 怎么能行呢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最基本的 哼 谢谢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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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明天肯定会跟车的 你肯定要跟车 明天早上起来洗头 跟车 这个不算力flag 我不跟车 我自己打车 我还 我上一次 冷餐迟到了几分钟 就扣了我的钱 我的钱就不是钱吗 白灰花的银子没了 不是 主要是我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说来话长 因为迟到了几分钟嘛 就就就就就就就扣钱了 天哪 我想到我一扣钱 Oh my god 那肯定很多 想想我都哭了 嗯对 主要是正好路上又堵车 这个大无语事件呢 没有办法的事情 真会哭啊 哭啊 嗯 那天早上还起不来 我天哪 真的起不来 我的天 起来脸都是肿的 整个人都根本动不了 我不知道呢 反正就是要扣啊 反正就是要扣啊 就是反正什么都能扣 后面是我的奖状 是最棒宝贝的奖状 谢飞哥提到了 谢飞又不用扣 真是 我起不来 我起不来 我太累了 太困了 我就真的起不来 不是我不想起来 我定了 定了几前一个小时的闹钟 我都起不来 我爸给关了 我实在太难 太累了 我起了吧 我就 我就起不来了 我没办法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没问 我都懒得问这些事情 反正他就跟我说 知道了 随便 你无心再去问这些 到底扣了多少钱 是什么时候 真的很累 每次去 反正他扣就是扣了 你跟他理论一番 他还是要扣 你没办法跟他说扣多少 什么 人家想扣多少扣多少 不是那个问 问也没法问 对反正就扣扣呗 我也不知道你扣了啥 真的我晕晕了 对我是想的 反正都已经扣了吧 反正扣已经扣了 你问他来 也是一样会扣 你还不是不要问 反正尽量不要 就是有这种特殊原因 吃就好 不不不 我这个不是扣习惯 我怎么可能扣习惯 我哪有扣习惯啊 天哪姐妹 你搞了我好像每次都在迟到一样 怎么可能 我只是都跟你说 那天早上是实在是起不来 我太困了 我前天晚上 我前天晚上真的太累了 我该啥我给忘了 一定在忙 我跟你说 但是我真的太累了 起不来 你看我那天早上都是肿的 脸色都是 有我明显觉得 从那天开始 我已经开始肿 肿成泡沫 肿成泡芙 因为我觉得我不够瘦 那天 我对自己有时候 瘦啊胖啊 还是非常非常 没有 没有 我有很明确的认知 嗯 嗯 真的 我说了人话 我怎么说的不是人话 我说的全是你的人话 全都是人话 我跟你们说 千万不要觉得人家身上瘦 然后身上瘦 然后脸就瘦 这种事情 一点都不成立 因为我见过身上胖脸瘦的人 反正不是我 啊不是啊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跟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们脸瘦应该是感到 感到就是自信 就是谁想要的 都要不了的 跟你说 老实说我最近去看了自己以前 时不时能看到自己以前的视频 我看到我那个小肉包子 我真的 好肉 我以前 顶多就是 肉肉的 也不是很会化妆的样子 傻傻的 真的有点傻傻的感觉 你知道吗 可爱是可爱 这毋庸置疑 因为 看起来很容易被欺负的样子 而且看起来就是 想如 我就是想 你懂吗 就是那种 说不出来 我又吃 也不是啦 就是那个 那个 对啊对啊怎么了 这确实很可爱啊 你看你们现在又说我好自信 我这么一说我自己 说到你们平时那样夸我 也不为过吧 你们平时就是那样夸我的呀 我只是把你们画来招招搬过来的 然后现在又开始说我烦了 看吧 看吧看吧 这就是你们的内心活动 嗯 啊对对啊 自己说和别人说是不一样的 那我要谦虚一点 低调一点 那就 啊我以前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可爱 我觉得也只有也只是一点点 我觉得嗯 反正就是肉肉的 嗯 就那么一丢丢 才一点 确实 我们要低调一点 我以后说话要低调 低调 嗯 没有没有 现在学了 真的 我真的只是 只是那么一点点可爱 我有去看自己以前的那些视频嘛 确实 肉肉的 就是圆圆的 然后沙沙的 像个小朋友 嗯 就那么一点点可爱而已 现在不了 现在谁要当小朋友 现在是姐大姐姐了 小朋友 多大了都 可爱部分年龄 对啊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 呃 待久了 就是还是一样可爱 但是他那个可爱不是外表的可爱 内心的可爱 对 嗯 对 还有一分钟关直播 真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50分 49分吗 没事 你们决定好了 我都行 嗯 你们决定 呵呵 没说 哦 我都行 我都可以 等一下 做久了 做久了 屁股有点痛 啊 等一下 哦 不要做硬板的 哦 等一下 哦 哎呀 哈哈哈哈哈 哎呀 啊哈哈哈哈 不要理我 我刚没有坐沙发,我坐在地板上 其实没多大问题 突然变黑了 就这样吧,我懒得开灯了 我已经麻木了,对灯 这样子吧,我们不要看我 看 好乱,对不起 哎呀妈,怎么这么乱 没地方都可以照啊 救命救命,来,看这个 就是点乱哈 你不要再看什么 这样吧,看这个吧 给我翻这 哪里乱啊 很整齐啊,你看很整齐 非常的整齐,看到没有 嗨 没有很多,对啊,衣服很多 我都挂在那儿了,因为衣服实在太多 我已经 我已经把那一堆衣服 已经拿回去了,拿回去好多 还是好多,我现在衣服已经 那两个杆子已经弄不了了 我得再买一个新的杆子 买双层的 再买一个 不然我都放不下 回来了 我两个开灯了 我就这样吧 好吗 太麻烦了 房间呢,超级的 我跟你说,我都想换一间 稍微大一点的房间 这个房间,太小了 嗯 如果可以换一个大的房间的话 可以两个人住的话 我还是愿意两个人一起住的 对,但前提是 能给我换个大房间 这个房间 怎么能有人单间住双人 我希望明年可以申请一下 能换一个稍微大一点 双,至少能换一个双人吧 这是单人间的 救命 嗯 你看这个多好看 嗯 月亮女生 看 嘿嘿 抱青天 不是,对不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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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反过来怎么反 就是说 这样吗 要这样 这样 我跟你说 我又想去换眉甲了 不喜欢这个了 我已经腻了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换的一款 我去把它磨短一点 然后去换一个 我不会 我会把它重新敲掉 不是敲掉 就是说 我把表面那个层磨掉 换一个颜色 那还要等多久 不是主要是这个颜色 它也不是说不好看 就是说 就是说它也挺好看的 对吧 好看是好看 就是说 挺好看的 太 不是说它 太低调的意思 就是说 说不出来 我想去换个黑色 我要换我脚上的颜色 算了 不能给你们看 我脚上黑色 然后涂上那个啥 就很酷 就是那个黑黑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颜色 我想画那一组 是酷酷的意思 我手上这个 还是不太酷 根本就不酷 你们看过我的脚啦 不花 虽然我手上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那个叫 我又忘了 朝这个机器 运染 运染 运染还挺好看的 嗯 没看过啥 没看过我的小酒啊 我不给看 我不给看 我自己看 哎 真可爱 我跟你说 我做这个脚呢 我为什么要去做呢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做 我又被忽悠 根本就露不出来 给你们看 而且根本自己也不会 没事有事 看自己的脚趾 我也不穿两线 我在房间 待的次数 时间 根本我待的话 我不会天天 看着自己的脚吧 然后当时 我去修脚的时候 那个人说 哎呦 我本来还在犹豫考虑 我说 其实我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了 我就跟老板说 我说算了吧 我平时又不穿拖鞋 又不穿凉鞋的 他说哎呀 女孩子 还是要精致一点 手要好看 那个脚也得好看呀 然后 我继续做了一个脚 被他忽悠了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笑死我了 我当时觉得 确实要精致一点 至少精致一点 所以没人看到 所以我就很夸张的 涂了一个黑色 当时不是 我当时涂了 我还是挺开心的 最近至少 至少我一脱 我一脱袜子的时候 我能看到这里脚 是很漂亮的 一百多 好贵 一百多一双脚 因为我脚突然拿过去了 它就突然亮了 那个灯 你说这个灯到底是 靠什么照亮的吗 很闹笑 不行 我会给你们看 算有点尴尬 你看看我的舅舅 我的脚呢 我要从镜子里面给你们看 看不到 救命 没事没事 我忘记了 灵暖的房间 没关系 没关系 最好是开了个寂寞 因为不困吗 明天 你们明天不用上班 失忆当中 我已经 我已经困了 我们一点关直播吧 我要给你们看 有病 好 看完了 天哪 我这个 刚刚那个角度 那个脚太好笑了 别截图 求求你们了 今天晚上打点睡啊 过分 挺乖的 九点的车 真的 真的呀 我其实我都没有看 今天有人问我来着 但是我 我跟 人家说了一个错误的时间 可能我跟人家说 十点才出发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出发 因为一般预计都是 十点 那我真的不知道 几点 没事 九点就九点吧 哦九点啊 行 不是九点出发吧 明天早上且洗一头 我没法和人家说 是一个 我不认识的粉丝 我不认识的粉丝 估计是刘丽菲的粉丝 对 对 一个男子 但是不重要 因为他应该会跟他搭不得一起的 没事 去武汉 定了呀 哦不知道 我们要先去上海 我跟你说 好 一分钟 我们要先去上海 排练 我们要学四首 大歌 我们要学大歌呢 然后 然后 然后去完上海之后 排完练之后 我们再从上海去武汉 好像是 伤心太平洋 要学好多歌 救命 对呀 要先去上海 我也不知道呀 好像听说的 我不知道听谁说 谁跟我说来着 我忘记了 反正听说是要先过去 然后再那个啥 就这样吧 习惯就好 加油 我们每天都在奋斗当中 根本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没有时间给你停 好了 拜拜 真的 你们提前去 好吧 拜拜 到时候有 有其他的消息 我就在跟你们说 嗯